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Mina 今天我想给大家做一个Virtual Tour的介绍 那我们今天来参观一下在森林湖冷二建的小区 那这个小区呢是连排别墅 那它呢是有三房四房 然后呢尺寸是2300尺到2700尺 都是detached condo 也就是说它是有一个小院子的连排别墅 那现在呢这个小区啊 它建商是冷那儿 然后它有一个亮点就是它的地税非常的低 它没有承建税 在他们小区设置的时候呢 建商它是was able to把那个承建税给去掉的 所以它的地税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那这个小区周边环境呢也不错 它的旁边呢就是森林湖先新郡公的市政府大楼 还有警察局 所以呢治安是非常的好 那么小区的学区也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呢它的HOA物业费是213块钱每个月 那目前呢它还在建它的clubhouse 也就是小区业主活动中心哈 预计今年夏天可以竣工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去看一下它在官网上的virtual tour 然后我会给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讲解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在Lenar Soria这个小区的公安网上 你看它现在就是这边已经写 我们现在都是private self tour 也就是说要去预约的那种单独形式的观赏房子 这样避免任何人的接触嘛 那我们看这个Soria目前呢它有四种户型 那它的户型2是没有设置样板房的 134呢都有样板房 毕竟网站上都有virtual tour 那么它的户型1呢是三房3.5位 它的价钱呢是96万2000起 那么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 可以给你发具体的价钱单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户型1的virtual tour 好我们点进来呢看这边 哇这个好酷哦有没有 我觉得就是现在疫情期间用这种方式 看房非常的方便而且安全 好我们从1楼开始看 那现在呢我们就在1层 然后你看我可以用鼠标操纵它去转 然后去前进这样 好那我们现在就像我们本人去看房子一样 我们先走到门口 那可以看见呢这个Soria的1号户型 一进门呢就是楼梯 楼梯呢并没有跟大门直对 然后呢就是有一个走廊 走廊前的走廊走到尽头呢 就是我们的楼下的一个小厅 那么小厅呢是可以直接去外面的小院子的 那虽然这个是连排别墅 如果所说它还是有一个不错的小院子 可以坐在这边去喝喝茶呀 让大家享受一下家庭的阳光阳光时间 好那我们1楼的小厅走进来之后呢 这两边应该是车库 这个带锁的应该就是车库的入口 那Soria这边呢是双车库的设计 那这边呢就应该是一个储物的空间 好一楼的空间呢非常的简小精致 我们现在去2楼看一下哈 好我们看一下2楼呢 2楼呢 好我们刚才楼梯上来 2楼的入口就是这一边 然后转进来呢就是我们的居住空间 那你看它这个客厅餐厅和厨房 还是连在一块的 并且呀2楼有一个小阳台 那在阳台呢可以看到外面的那个 呃外面还在建筑的房子 我们看一下哈 那这边呢应该就是小区的停车场 销售office的停车场 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哈 那一般Lanar这个建商呢 他们所使用的这种橱柜呀台面呢 基本你样板房所看见的 就是你的新房会得到的 那像厨房墙面的这一些 Backflash马赛克的话 您就需要自行去做升级 如果小区本身装的话 那就会是这种10英时延伸到墙面 不喜欢的呢就可以自行去做 那自己工人做下来呢 价钱也不高的 好那看这个厨房连通着这一个 dining room 它这个空间设计设计的蛮好的哈 这边有窗户可以取光 增加这个餐厅的那个采光度 好那二楼呢就是这个样子 诶看一下二楼好像还有一间卧室啊 我们去看一下 嗯 好 这个是二楼的洗手间 这是什么 我们进去看看 哦二楼有一个卧室哦 然后卧室外面刚才看到了 是一个全套的卫浴 这个卧室呢窗户 窗户采光不错 然后看一下我们是有一个衣帽柜 不是walking closet 而是一个衣帽柜 那Soria一号户型呢 是三房3.5位的设计 尺寸大概是2308尺 然后呢目前这个盘台在第一期 只不过Soria第一期的房源 还只剩一栋哦 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 要尽快联系我 那你看二楼的这间卧室一出来呢 就有一个整套的携带淋浴的 洗手间可以使用 那平时家人呢也是在二楼生活的时候 也可以使用这个洗手间 所以还算是比较方便的 好我们现在从这边楼梯去三楼看一下 好我们现在从这边的楼梯去三楼看一下 我们三楼呢 你看这边这个楼梯呢 就是从这边可以看到你二楼去三楼的空间 那这边有1234 四面窗户增加了楼梯的采光 那么楼梯呢都是使用的地毯 那这种地毯呢应该就是你新房交房的地毯 大家可以看到哈 那楼梯一转上来呢就是一间卧室 那楼梯一转上来呢就是一间卧室 卧室呢同样可以看到外面正在建筑的小区 那你看这边都有那个蓝色的画出来的一圈一圈呢哈 那这都是每一栋房子地的划分 好那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一间卧室呢 也是携带有自己的洗手间的 这边呢有它单独的衣帽间 然后这边呢有它的洗手间 卫浴是浴盆式的设计 那楼梯一号户型三房3.5位设计呢就是你有三个整套的房间 每一间卧室呢都有自己可以使用的洗手间 所以还算是比较方便的 那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主卧了 主卧同样有自己的bacony阳台 那早上起床拉开很大的落地门哈 走到阳台的沙发上休息一下 喝杯咖啡也是蛮享受的 远处呢是正在建筑的一栋一栋的房屋 那主卧的对面呢就是我们的洗衣房 那洗衣房设计在三楼 那洗衣房设计在三楼呢是非常的方便的 你不用把衣服框在楼上楼下的拿来拿去哈 那基本就是这样子 好参观过了Soria的一号户型呢 我们就再去看一下它的三号户型哈 好那我们的三号户型哈 它是四房四位大概2527尺 双车库的设计 那么三号户型呢 目前第一期它也只剩一栋房源 那它的售价呢是102万起 那大家跟我一起参观一下哈 那三号户型买房呢是四房四位2527尺 然后呢它的售价是102万起 目前呢第一期的房源只剩下一栋 而且这一栋呢是角落的房子 所以采光非常好 那三号入口呢同样楼梯在左手边 那入口前面呢有一个走廊可以走到1楼的卧室 这边呢有一个小门可以去到院子 这边转进来呢就是我们1楼的卧室 那卧室同样有一个双开门的落地窗可以去到院子 并且有自己的卫浴还有自己的步入式衣帽间 我们走进去看一下哈 那卫浴式淋浴的方式 装修呢非常的简单大气哈 那我们走过来再看一下它一楼的衣帽间 尺寸蛮大的衣帽间啦 好我们现在再去二楼看一下 哦这一边呢就是一楼车库的入口 那三号户型呢还是双车库的设计 好现在我们去二楼看一下哈 二楼一上来呢是很漂亮的客厅厨房加餐室 楼梯呢一楼是这样上到二楼的 然后呢一上来就是我们的客厅 那这边客厅呢有单独做出来一个类似房间的形状哈 然后转过来就是我们的厨房加餐厅 所以这个户型呢还是比较传统的 那在餐厅旁边呢就是我们可以出去的bacony 可以去看去可以去外面赏赏阳光 好我们看看二楼的这一边 这边应该是一个卧室加一个洗手间没错的 那这边是一个洗手间有自己的卫浴 那三号户型呢是四房四卫的设计 也就是说每一个卧室旁边都有配套自己所使用的卫浴 还是比较方便的 这里呢就是他所使用的衣帽间 好我们现在呢去三楼看一下 好三楼上来呢 我们看一下楼梯在哪里哈 OK楼梯在这边 所以是从这边上到三楼的 那三楼上来之后呢 这边有打的柜子 然后左边呢就是有一个房间 房间的尺寸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有双洗手池设置的台面 这个应该是主卧吧 这个应该是主卧 因为你看它有 主卧的洗手 主卧的洗手间 然后主卧的淋浴 还有主卧的衣帽间 好 这个是楼梯上来转左 那楼梯 哦这一间是主卧吧 楼梯上来转右呢 这一间房间是携带有自己的阳台的 然后走进来呢 还是双洗手池的设计 这边呢是我们的淋浴 然后这边呢是更大一点的衣帽间 好 好这是刚才那间房间和这间房间 其实刚才那间次卧 也有一点点主卧的感觉了 所以两间还都 卫生间的尺寸还都蛮大的 然后里边呢就是我们的洗衣房 嗯我想进到洗衣房里面去 怎么进不去呢 怎么进不去呢 好 哦好我们这样可以进来了 那这边是我们的洗衣房 好那这个呢就是Soria的三号户型 三号户型呢四房四位2520 三号户型呢四房四位2527尺 现在只剩一栋 好那我们参观过了三号户型呢 现在我们再去参观一下四号户型 Soria呢一共有四种户型 那二号户型呢没有设置样板房 但是一会儿呢我可以去查一下 二号户型的floor plan 去给大家看一下 好现在我们参观四号户型 那四号户型呢也是Soria这个盘里面最贵的 那它价钱呢是106万起 四房四位2727尺 双车库 那么Soria这些房呢都是 是今年的六月份可以交第一期的房源 好我们现在从一楼开始参观 好Soria四号户型一楼呢一进来 可以看到这边都是密码进入的 所以是如果你忘记带钥匙也是没有关系的 那密码进入一转 一进来呢转左边有一个小单的area 你可以做办公室 可以做会客室可以做很多用途哈 然后呢走到里面就是一楼的 这一边是车库的入口 走到里面呢就是一楼的房间 哦这个房间非常的大 还有一个小门可以直通院子 这是一楼所使用的全套的洗手间 然后一楼的卧室呢是带有自己的衣帽除的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去院子里面看一下哈 哎院子里也可以看 院子的尺寸呢不算大 但是布置的非常的温馨 好我们现在参观过了呃四号户型的一楼呢 我们去二楼来看一下哈 哎这里面有一个人的背影被被被被那个被记录到这个户型图里了哈 然后我们看一下二楼那么二楼楼梯上来呢就是我们的客厅 客厅呢有一二三四四扇窗户非常好的采光 这边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双开门可以去二楼的bacony哈 然后同样是厨房连着餐厅厨房的柜子呢这边是使用白色的 那在这边呢我看一号户型大部分它的橱柜都是白色的设计 那么二号户型呢它是有深色橱柜的设计 当然啦如果你的房子订的时候还没有建好的话 你可以自行选择橱柜的颜色的 好那二楼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空间 这里面应该是有一间卧室的没错 那好二楼呢在这边有一间四卧 然后呢是带有浴盆的卫浴可以使用的 那Soria的四号户型呢是四房四卫 所以每个卧室都有自己的洗手间可以使用 好我们去bacony上看一下哈 可以看到因为Soria这一个盘就是Lenar的这个 Sereno Semi这个盘呢整个它都是处于地势比较高的地方 所以它算是在山上 所以这边的景色和空气都是不错的哈 好参观过了二楼我们现在去三楼看一下 嗯把我升到哪里来了 好像把我升到三楼的主卧洗手间里来了 那好我现在先出去找一下哈 嗯怎么出去 迷路了 我们在这种Virtual Tour里面也能迷路 好那三楼的楼梯上来呢一上来是一个小橱柜 橱柜上呢可以放一些照片记录一下生活的点滴哈 那往右转呢就是我们的各种卧室 先转到第一间卧室这间卧室呢配有单洗手池的自己的卫浴 然后呢是一间精致的卧室这间卧室呢非常适合给孩子使用哈 然后转过来这边呢就是我们三楼的洗衣房 这个洗衣房呢照比二号和一号 照比三号和一号户型来说更大一些 并且配有一扇小窗户使得空间没有显得那么压抑哈 那洗衣房转出来呢就是我们的应该就是我们的主卧了吧 那可以看到哈拍四号户型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所以采光呢没有那么的好 但是整体感觉还是非常温馨 卧室的床的左手边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布鲁石衣帽间哈 并且它已经打了一些架子 你可以看男女主人可以各自选一边来处置自己的衣物哈 然后走到这边呢就是我们主卧的非常大的主卧的卫浴 可以看到还是传统式的洗手池加浴缸的设置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非常大的淋浴房 然后这边呢还放了一个小小凳子可以做哈 然后这边是主卧单独使用的一个洗手间 洗手间配了一扇窗户我觉得非常的必要哈 这样可以让空间没那么压抑 而且还会可以没事开窗放放风 好那基本呢就是这样子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Lanar在森林湖的新盘Soria的第一期 第一期小区呢 现在呢我手上有这些小区的信息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随时可以联系我 那么Soria呢目前还在第一期的盘 那它六月份呢可以交房 那目前呢它的一号户型还剩一栋 二号户型呢还剩两栋 三号户型呢其实已经卖光了 但是最近刚刚有一栋回到市场上来 因为那个买家贷款的问题哈 那所以三号户型还回来一栋 四号户型呢还有一栋 目前第一期呢就剩这些 那这个盘呢它的税率是1.1没有成建税 所以在这个附近呢税是非常低的 物业费呢是213 学习信息呢我会放在屏幕上 那这个盘呢它离尔湾的奥特小区 还有尔湾的大公园是非常近的 大概也就不到两卖的样子 开车五分钟或十分钟 然后这个盘呢附近治安非常好 然后小区设施很齐全 而且冷纳建商它的建筑质量呢 还有信誉都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联系我 我是Mina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给我点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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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 优独播 优独播